50岁的查尔曼和95岁的玛格丽特 像情人一样在广场约会 玛格丽特说昨晚看到书里的一段话 就想到了你和你的鸽子 让人难以想象 城市中没有鸽子 没有树木和花园 见不到鸟飞翔 他读给查尔曼听 查尔曼听得很入迷 请求玛格丽特慢一点 再读一遍 读完后 玛格丽特提出将这本家庙的鼠艺送给他 查尔曼赶紧拒绝 表示自己看不懂 是的 怎么能让一个有阅读障碍症的人 在上学的时候 经常被老师批评课文读都读不下来 但他表示自己一开始就被吸引了 很乐于倾听玛格丽特的朗读 查尔曼和妈妈的相处总是争封相对 他会送来妈妈忘取的信件 但妈妈却怀疑他要偷养老金 两人争吵间 红色的水晶项链断开 珠子洒落一地 这是妈妈曾经的情夫送给他的 一个四处游走的水晶商人 通过甜言蜜语快速俘获妈妈的方形 查尔曼曾撞到两人的气热 被妈妈用恶毒的语言赶出去 这天 他们用十天读完了书 玛格丽特再次将书地给了查尔曼 并坚持让他收下 查尔曼虽对于书籍新生向往 但阅读仍很艰难 和朋友打牌时 分享了自己读过的书 但走上去安慰失恋的老板娘 因为嘴笨 以不合时宜的话气走了他 再一次被朋友们挖苦嘲笑 查尔曼只能躲到菜园 和猫咪倾诉阅读的困难 词语我都可以读 但想连成句子时就是办不到 他们始终淋淋散散的 说到此处 既羡慕玛格丽特可以轻松读书 也羡慕他实现了读书的理想 小时候 查尔曼的理想是当一个惨鬼玻璃师 但受到了妈妈的否定 一次晚餐 妈妈的情夫将吃进去的食物 吐到桌面 查尔曼控制不住的嫌弃 情夫二话不说就是叶尔光 妈妈看到后 大吼道别动我的孩子 而情夫反手也给妈妈叶尔光 只见妈妈拿出甘草叉子 对着情夫的腿 就是擦擦两下八个窟窿 情夫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了 留下了查尔曼现在居住的房车 再没赶回来 这次 查尔曼给玛格丽特带了许多蔬菜 听到他住在养老院 查尔曼一边说自己帮忙送去 一边为老人的处境感到难 玛格丽特则豁达地说道 人老了 即使在养老院会遇到烦恼 也不会持续多久呢 查尔曼回想起今天读过的一句话 我们总会回到母亲的坟前 像条被遗弃的狗一样哀嚎 玛格丽特解释道 这是罗曼写的黎明的沉默 是作者的自传 表达作者对母亲强烈的情感 而查尔曼悲伤地发问 如果和书中的母爱正相反呢 查尔曼的诞生 是妈妈在一个国庆节的舞会上 和一个军官一夜情的丑事 随着时光流逝 年老的妈妈总会时不时地发疯 到蔡原子大肆破坏 但和朋友们谈到妈妈时 总是不自觉地威武 她总归是妈妈人一生只有一个 女友安妮则一直想要的孩子 而感觉自己一无是处的查尔曼 一直不敢答应安妮 童年的阴影 让查尔曼觉得 像我这种人怎么配当附近 我又能给她什么呢 而安妮说 你可以给她十分的爱